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交叉分析筛选器 刚好我们有更新到一部分 你看哦 这个地方 这个是我贴上的日期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 这个往下 或者是修改 清除修改 清除修改 一点它是不是就恢复到全部有资料的部分 好 那我还是稍微修 修一下好了 2016 好 接下来这边 这边往下有一个三角形 这里面功能也不多啦 往下的三角形你点它 这边有一个下拉式清单 就变成你可以用勾选的方式 可是这个方式我想你绝对不喜欢 因为它是用日 它是用日来去呈现 有看到哦 那你这边可以用日期阶层 这边把这个项目变成日期阶层 你就变成用勾选的方式 就是说我看2017年或2016年这件事 那同时你要看2016跟2017就要加按按钢错键 请问你觉得你觉得这样子的话你设计出来的内容会不会比较符合长官 比较没有那么充裕的时间去玩你的报表 但是他可能有时候他可以针对他要看的项目来去做勾选 这样会不会更好一点 或者是你今天你设计出一个报表 你是要给使用者来使用的吗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方式也不错 也不错 用下拉式选单 好 我先 我先回复一下 我先把它删掉 也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 我点选这个交叉分析筛选器 然后接下来我是不是点选post day 对 刚刚我同学犯了很多的错 他就直接在这个地方直接点他会变成什么 对不见了 他这边的意思是说我要画另外一个交叉分析筛选器 所以在这边点一下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点 点这个工具 接下来选post day 可是这个日期 这个日期我建议改选变成下拉式清单 可是你在这个地方它变成选日期 为什么 因为 这个post day的资料预设是不是一笔一笔的日期 所以要把它改一下 所以怎么改 就把栏位这边改选变成日期阶层 它就变成让你可以去选 例如说2017年 它就直接呈现2017年 从那个各个月开始来去呈现 然后2016年 好 当我想要2016加2017 所以这时候Ctrl就按住 点他 还有 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可不可以把字稍微变大一点 可以 怎么变 那就是要靠他咯 所以点他 然后请把这个内容 请把这边内容 例如说标 标头吧 的字稍微变大一点 就改这一个 那接下来标头还有什么 选取项控制 选取项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单一选择 预设是单一选择 对不对 好 要不要全选 打开好了 就是多增加一个全选 多增加了一个全选 好 关掉 还有 还有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本来没有这个全选嘛 你可以点他就变成全选了 那我也可以2017年点 等一下 我先把全不要选 选到2017 Ctrl键 然后点2016 好 再来就是这个字 这个字是标题吧 看一下 这个字是大一点 不要提 旁选哪 那还有一般咯 那只剩下一般了嘛 好 那一般里 外框 这是外框 项目 哦 项目 对了 项目 有没有 项目 我的意思是说 你不要把字写的小小的去考验长官的势力 对不对 这样就不对 你 或者是 你的报表 你的报表是要给 那个一般使用者来去看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 我比较倾向建议你们 是做到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我想 我觉得这样子的方式的话 他在选择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会比较好选 好 其实我们现在动手来去做 交叉分析筛选器的控制 所以我们现在动手来做 这种程度 第一次 我们先放下 我先放下